明天A股有危险吗 双销两条消息确实利空股市 这一点必须承认 虽然我是中长线看多派 但不能不和你们说 确实出现了全球问题 以及当时股市的风险和机遇 但是这里必须再次明确我的观点 3250点到3200点区域 就是赶约持股潜伏 以及越来越远的时刻 这个位置随时开启一波大型环单浪 而且会贯穿很长时间 甚至闯关3400点到3700点 这句话不是我今天说的 而是说了很久了 虽然今天再次告知 你们依然会觉得讽刺 但我还让那句话 我要用现实证明咱们到底对不对 乃至下周以及明天A股怎么走 看完来的视频都会给你答案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白道股评 你现在看的是周末股市复盘的 总是惊奖内容 在分析之前 一人老亏捷啊 祝点赞者每天转转转 一人一个掌钱板 外加下周继续转 咱们言归正转啊 首先咱们看一下整体的全球市场 第一条立功消息 正处于全球市场啊 美股在周五夜盘 又一次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回彩啊 道琼斯已经形成了1%的回彩 以及纳扎克啊 是1.69%的中阴线 而且可以看到啊 全球欧美市场啊 全部下跌 就能看出啊 确确实实 现在国际纷纷扰啊 又一次出现了 这一点啊 我已经多次告知 无论是地缘问题 以及说美联储加歇 确实啊 现在全球市场纷纷扰扰 但是你记住了 现在A股市场 我再次提醒 它走的是一个独立行情 虽然说 目前确确实实 受到全球市场的跟风和联动 但是它不会改变 大主体思想的一个中长线格局 懂不懂 而且还有一条立功 我一气说完啊 就是咱们因为这个原因呢 导致啊 汇率有一定的波动 纠合这两个利空消息啊 可以看出啊 确确实实 对周初是存在一些利空的 而且A股市场 不凡出现什么低开啊 或者说平开低走啊 这种模式 但是记住了啊 我认为下周 就是一个先易后扬的过程 无论在周初 有多大的模式的风险震荡 你记住了啊 要懂得这个位置 有可能依然还是市场 最后的一个震荡局 为什么呀 因为你要明白 我多次告知 3200点到32005点去啊 这个位置就像写上字一样 在近期多次形成了一个 箱体的震荡盘口 大家注意啊 我把上升日线图放大之后啊 你就会发现啊 是不是A股市场始终走的 就是一个箱体啊 那么这个箱体 是以什么为压力位 什么为支撑面呢 非常明显啊 就是一个黑色方框 我已经多次告知了 你要明白 3300点附近 就是一个顶部压力区 然后呢 下方呢 一旦达到了什么 3230点附近啊 3250点下方就开始再次向上冲击 这不是一次了啊 已经非常明显 已经有五六次 都是在这里形成一个波浪阶段 自己看压力 然后到了支撑 支撑拉升到了压力 再回踩支撑 再向上 再回踩 所以你会发现啊 下方即便说 有说回踩的话 或者说低开啊 甚至说周处的震荡啊 它很明显 它的一个支撑是很强的 就在这个区 对不对 而且呢 这个位置还有一根 非常强大的均线 是一个强大的支撑区 前面这个位置非常明显 已经再次形成雄起了 所以说啊 现在有一个什么呀 一根均线保护着A股市场 外加一个箱体的支撑 保护着A股市场 那么这种位置啊 实话实说 下方还有一根碾线 保护着A股市场 想想 即便回踩的话 它的空间是非常小的 包括啊 其实很明显 这个箱体 无论是超点外的波段也好 还是说中长线来说啊 它并没有破位 而且在我昨天 有多次告知 这个位置有人说 做三头两头 但是你记住了 很难去实现 这对什么嘛 因为如果是M顶也好 还是头也好啊 它起码得放量 对不对 但是这个位置 是没有放量的 甚至已经缩到了冰点 极致地量 代表什么呀 代表现在A股市场啊 只能在3300点 到32500点区啊 形成一个强大震荡 甚至最强的回踩 也就到3200点附近 这种位置 白点的震荡 却不形成大跌 代表什么呀 代表说 首先这个区域是存在支撑盘的 第二是主力控盘一致性 已经没有量了 第三什么呀 是洗盘之后 有大国力还会再次雄起 无论是国际事件也好 还是什么事件也好啊 记住了 只要说A股市场敢于在这个100点之内形成震荡徘徊 但是没有破位的话 代表什么呀 代表还得拉升大涨 知道吗 然后呢 我再用很多的面露啊 给大家分享 A股市场下周到底怎么走的问题啊 在分享之前 依然提醒那句话啊 没有点赞和加关注的 长按点赞按钮三秒钟给前来赞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中午12点五评金奖 下午点受评金奖 提前预判和杀盘推演A股大学走向 你得加关注啊 每天准时准的来看 咱们继续晚上说 首先知道啊 上证本身在32005年之下就是机遇 那么你记住了 下周如果说真的回答在这里 你应该怎么办呢 还是要懂得这百点之内啊 往下走 就是机遇的模式 所以注意啊 无论是有没有周出的风险 切记啊 不要恐慌 不要害怕 这是告诉我们第一个论证 第二个论证是什么呀 大家看周线图 既然是双修了 咱们起码得分一下周线图 在我原来就告诉大家 无论是从周线图的2885 还是2863 它依然所形成的是两个双底结构 注意啊 这个双底结构是怎么来的呀 是这两个区域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平均线的一个支撑区 然后呢 我还多次告知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中长线W底的形态 自己看 是不是就在孕育啊 那么咱们既然知道3700点是一个很强大的压力区 所以这个W底的话 它的净线位在哪里啊 在3700点 为什么我多次告知 其实在今年3700点 是我唯一看到的一个小风险区 其他的在中长线区域是不用担心的原因的 也是这个原因啊 而且呢 其实从总体中长线意识来说啊 你们要知道 咱们在中途所形成的一个压力区 起码是3424点有一个小压力 而剩下的啊都是短线的一些波动性 所以W底现在依然没有改变 外加注意啊 3424点咱们还距离之远 所以对于超奖派来说啊 你既然知道了 刚才日线级别是一个箱体 到了3255点之下 敢买的话 还会突到3300点 就能明白啊 小波段有了 再看中长线W的形态 你就明白了 是不是这两个机遇性都在下周啊 都说即便有回彩的话 反倒是个好事 对不对 而且呢 这里啊 有人说了 哎呀 苏亮啊 你看到亮了吗 一定要切记啊 这个亮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呀 因为你要注意 现在是月底呀 今天是2月26日了 还有两个交日 咱们就正式进入3月份了 想想 是不是这个月底确击效应 就正式结束了 所以成交量啊 不乏会出现3月附近 明白吗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大家看图啊 市场在时间窗 已经给予了这个量啊 马上就要放出来的过程了 包括说从周线图 本周的走势非常明显啊 上周是一个带有单真意识的阴线 但是本周呢 也是带真 可是它是一阳吞阴的 自己看 是不是非常明显 还是吞了阴了 那么这种模式代表什么呀 代表说 这两根周线图的均线 也已经被吃掉了 所以对于下周来说啊 即便有回踩的话 这两根均线是有一定支撑的 外加下面还有粘线 其实中长线 基本就不用担心了 为什么呀 因为市场在这个位置 即便是震荡 不会改变W的形态 大家明白吗 当我分析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基本知道了中长线 以及超短派 应该怎么做 哪里是支撑 哪里是机会 对不对 大家一边都讲啊 一边去评论区 写个666啊 全都去啊 这个评论都很重要 大家帮忙 咱们去网上说啊 既然说到这些啊 切记啊 三月份我还多次告知 市场啊 马上要形成一个会议 那么这个会议呢 所形成的是什么呀 是多方数据出台 来佐证咱们的经济复苏 而在双修呢 也出现了很多的消息啊 大家注意啊 首先是什么呀 是咱们的复苏动力强劲 为什么那么说呀 因为从上市机场 客运吞吐量来说 同比大增 而且超过了八成以上啊 包括我双修也是去了一趟外地啊 大家都知道 坐下飞机以及高铁 市场是人山人海 对不对 以及我们大北京区域啊 从口罩解除问题之后啊 是存在一段时间不用限号的 但是现在呢 又一次限号了 代表什么呀 代表说现在经济复苏 又开始形成一个很强大的模式了 车水马龙啊 无论是什么消费啊 总体一切啊都能明白 市场是不是要形成一个 很大的复苏状态了 那么三十分之会议所形成的什么呀 是基本上可以铁证的是 不能出现利空 而是多方向的去再次鉴定咱们 怎样经济复苏的过程 所以利好扎堆即将出现 当我分析完这个逻辑面 以及消息面的时候 你就知道啊 哎呀不是啊 现在如果说真的还敢回彩的话 你该怎么办 你自己想懂不懂啊 八成五平行这句话啊 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中长线的看作派 很多时候我明白大家思想 确确实实超短在这一百点震荡来震荡去 已经把所有人的思想做成分歧了 但是我再次提醒啊 有很多上涨都是在分歧之中所形成的 而且你要知道现在咱们应不应该要相信经济的复苏 以及咱们三月份会出现很多的利好 那么如果你知道这些 以及刚才我分析的月线图和日线图 是不是就基本可以证明 市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就是要在近期形成一个很大的主持浪啊 所以这里八成五平啊 无论现在有多少人和我背里以及吐槽 我必须要抓住这根生命线 不能让大家在这个位置看不到真相 别人家的股评可以忘分使断 但是霸道股评的所有分析不是单纯的技术面 而是用很多的面率去佐证咱们所说的一切一切 所以这里再次总结下周的走势 先一后扬概率很大了啊 好了 新朋友点击霸道股评头像加号 关注我 老朋友记得点个赞啊 下条视频将在明天中午12点啊 准时更新五平金甲 关注报道股评 记得来看啊